张师傅说 当天自己在一家KTV门口支了个摊 主要卖烤红薯和烤玉米 凌晨三点左右 来了两名男顾客 他要买两个烤玉米 我说八块钱一个 他们要付钱了 又来两个女的 说非要给六块 我说我 我在这一夜这么冷 我就为了赚了两块钱 他说你要不是六块 我们不买了 我说不买就不买了 张师傅说 两名女顾客和男顾客 是一起的 从KTV出来之后 在边上的饭馆里吃饭 女顾客临走前 回头说她不会做生意 那旁边有个代价 代价又讲了 是的又不用她掏钱 他有什么 我就跟那个代价聊了几句 我说是 又不用她掏钱 我说本来心里面有些 我就讲了一句 他回头的 他就说我跟他讲 说了这样的 我就跟那个代价再讲 他感觉在说 我说我没说你 没教你 那不行了 他又喊到那个157州饭店 里面喊 喊了十多个人出来 喊了八个男的 三个女的出来 我也来打我 张师傅提供了当天拍摄的照片 嘴唇上有血迹 手腕处有抓痕 医院的出院诊断写着 瘧机挫伤 唇挫伤 多处软组织挫伤 张师傅说 印象中当时动手的至少有三个人 他从派出所了解到 现在只抓了一个人 接着找到杭州 萧山区 通汇中路上的事发地点 张师傅说的那家 渠州饭店 也已经换了招牌 招牌是我的 但是我 前段时间 我们是155渠州饭 现在 排了 我们排了改过 换老板了 那之前那个老板的电话 你有没有打 他们不是那个 去派出所了吗 他们 接着又向边上两家店铺的老板打听 不过两家店 都说听说过事情 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接着找到物业 想看看监控 你报警了没有 你报警的话 你看一下事情进展得怎么样 现在我还没有接到警察来 来调国吧 应该11月6号的话 11月6号 对 我还没有 这个事情之前有没有听说过 我没听说过 记着从杭州 萧山城乡派出所了解到 经查看监控和询问相关人员 没有证据显示 有好几个人殴打 11月13号 已对涉案人员依法行政拘留并处罚款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ãy subscribe cho kênhle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12月13日